财政部每一年都会发送年历 其中又以水果的主题最受欢迎 因此今年财政部再度推出了水果年历 不过今年的年历上不但多了水果甜点食谱 还付了春联相当的贴心 秋冬才吃得到的莲霧、柿子 到春夏的凤梨等水果都按照产计来排版 财政部每年都会发送年历 其中就以水果最受欢迎 因此今年财政部再度推出了水果年历 只要集满五张发票就可以兑换 为鼓励民众消费都记得索取统一发票 并利用共通载具索取电子发票 我们今年的水果阅历 从11月25号早上8点半开始兑换 只要捐出现场捐出11、2月份的发票 统一发票五张 现场捐出就可以兑换一本 每能现兑换一本兑完为止 同样都是水果图案 不过今年这年历多了一点小巧思 对照每个月的水果照片 都会附上甜点食谱 教民众用这些当季水果做出美味健康的简单料理 在水果阅历的部分 我们今年的特色就是在我们的封面上面 有春年在1月份的未响应节气 因为大部分过年都在1月份 所以我们在1月份的后面都增加了一个门年的部分 再来我们的阅历里面除了一些宣导标语之外 我们还增加了一些当季水果的一些甜点食谱 不只附上食谱 配合农历过年 在封面以及1月阅历的背面 都有提供对联和门绳 不仅让民众省下购买年历的费用 还有免费的春年 让你新的一年旺旺来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